拍完畢業照 政院人士也有新風貌 大多數人都沒有跟動 不過有人準備從幕後走向幕前 同穿藍色風格 襯衫上有白點的是 蘇貞昌辦公室主任黃志達 另外一位是行政院檢任秘書丁怡明 兩位一位將成為新任政委 一位是新任發言人 不管蘇院長今天要用什麼人 其實最後要承擔的都是院長個人 兩人長期擔任幕僚 讓外界都很陌生 不過原先的政院發言人古拉斯尤達卡 剛上任時大家也不熟悉 現在她將成為第一位總統府女性發言人 19號公布那一天 臉書上寫上過去四年 前半段我在立法院度過 期間擔任過中央黨部發言人 後半段在行政院擔任行政院發言人 現在要到總統府繼續當發言人 服務院黨好準備拿下三帖記錄 從來都沒有人可以打破玻璃電話板 服務院人士520提前公布小規模改組 卻努力讓外界看到新面孔